万表流行力 康康也给力 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请康老师来 说好的 要请康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 2021年万表流行力介绍的部分表款 接下来一款就是康老师不在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期IWC的教导队特别版 这些东西是我们给起的 康老师不知道 没关系 我把原文告诉你 这个是IWC的飞行员系列 TopGun SFTI特别款 我们给翻成教导队了 这个TopGun 康老师应该有印象 这个壮志凌云 对 壮志凌云 对 这块我们做的开箱 您对这款表 包括对壮志凌云这个题材 或者是IWC的飞行员表 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 刘老师发现没有 很多品牌说自己的飞行员表 长得都特别像IWC 这个情况非常像很多品牌 做的潜水表 长得都像什么潜水表一样 所以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专业门类的表款能做到这个程度 它就是这个领域的表款里的王者 这个是我对壮志凌云这套体系的看法 粉丝们你们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 康老师要讲起航天和航空的话 那有说不完的这个话 知识都学杂了 对 不如哪天我们请康老师专门讲一期航天手表 航空手表怎么样 我们慢谈一下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再问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康老师据你所知 我第一块高级的腕表是个什么品牌 诺摩斯 对 Nomus 对对对 你看我一点毫无悬念的去问康老师 他一定能回答上来 没错 我也没说假话 今年我们在介绍Nomus新品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我的初恋人 这是Nomus 当年当然我买那款的 你也知道是通过咱们同事去欧洲旅行买的 而且在飞机上买 对飞机上买 是汉沙航空的机上免税品 这个我们都没同情 我先看到这款表的时候也是在飞机上 但是因为比较犹豫 我想我应该回来问问康老师 听听他的意见 然后再去买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没有再飞回去机会了 还好我们当时的时尚集团 有很多人飞欧洲 我就托咱们的同事买回来一块 这就是我们在前几期视频里介绍过的Nomus Tengen 好我们说下一款表 下一款表又是康老师可以展开的一个话题 你看标题就是 要想生活过得去 手腕上就给带点绿 对我们说的很多绿表 这绿表的话 我们说的这表绝对都逃不过康老师的法眼 所以康老师简单点评一下 今年几个比较值得一提的绿盘表 今年最火的绿就是 当然有一个不太文雅的词汇 去形容那个绿的极度特殊性 因为那款表我和刘老师还是少有的见过实物的中表媒体 他见实物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绿 就是想拍出它那个绿还得费好大的功夫 必须得与这个光线角度都配合上了 然后才能拍出是绿的 不然看的就是近乎于灰的一种颜色 后来网上就有人给那款表起的外号叫压屎率 但是叫压屎率不影响那只表的这个成交的惊人 就是被百大斐力誉为这个最后一款5711的那只英文诺 就是绿盘的 然后它目前在这个二级市场上的成交都在300万人民币左右 然后下一款也是再来时空重叠见证过的 老历市的韭菜绿 对对吧 那个明明是叫非苗雕刻棕榈叶 对 但是因为那个叶子是细长的 在那只表面试的那一天 这个外号就出来了 就叫韭菜 太接近气了 我们在介绍这些绿表的时候 还介绍过另外几款 不知道康老师有没有印象 一个是IWC的绿飞机 它是这个电光绿的表盘 IWC的绿飞机 计时表 而且它今年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用资产机心 光是资产机心还不够 我们考察计时机心的时候 要看它的这个配置 比如说有没有驻轮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IWC的绿飞机 它是有驻轮的 应该算是比较高级的 稍微遗憾的 就是动力储存 没有达到70小时这个水平 然后同时我们还介绍了一款 汉密尔顿的这个珍宝系列 珍宝系列呢 就是它的绿呢是一种很复古的浅绿啊 它用的是这个也是瓦入的机心改的 但是它那个动力呢达到了68小时吧 那省好多信 对对对 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分钱分货 对吧 你喜欢这个比较传奇的品牌 你像IWC的飞机啊什么的 但是你要想呢 就是我说要薄一点啊 或者是价格亲密一点 或者是我更在乎这个实实在在的性能啊 或许这个像哈密尔顿这种绿呢 挺有特色的啊 还是那句话都是绿 但是这个绿里面学问就多了去了 很多很多种绿 都是绿里面学问多了去 对对对 好 另外说到绿牌啊 浪琴今年也出了一些绿盘的 比如这个先行者系列 还记得咱们在那个西传版大 见证的这些新的发布啊 对啊 先行者是绿盘 你给启迪什么名字来吧 国防绿 国防绿对 因为它那个绿比较那个接近军服的颜色 这个我们介绍的绿款表里啊 还有一款就是高超造的M系列 SUB-01CV 我考考康老师 你知道它那个CV是什么意思吗 CV不是航空母舰吗 嗨 往法语响 绿色 对 就是绿表盘的意思 它这个M系列SUB呢 它有这个好几个表盘 其中有这个CV CV就是绿表盘 这种逻辑可以按照 楼里士水轨的这个编号序列进行就行了 OK 今年绿表就讲的差不多了 时间关系先讲到这里 我们感谢康老师的亲情的奉献 大家一键三连 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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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